學生當然應該有個夢想 但很多時候夢想不能夠耐久 因為很多時候好像做夢 第二天可能會忘記做什麼 你坐在桌上 跟人們在你的研究群 整個星期 你會做很多研究 他是一個很專業 很有經驗的研究 你的新興趣 令我們想到很多 夢想最重要的地方 要配合什麼 就是要有一個PASSION PASSION 就是要知道 究竟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標在哪裡 人生的PURPOSE在哪裡 有些人想不通 希望現在的MENTOR 可以給你耳耳見我 究竟有什麼東西 令他心中的火 能夠燃起 如果PASSION 能夠再配合夢想的話 成功率就更加高了 我們會在哪裡 看到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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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